不是股票,他是NPS,徐先生 他說他今年退休 他說現在看到股市這麼差 那麼他強積金怎麼算不好呢? 可不可以不拿著? 現在可不可以轉策略呢? 不知怎麼算,他說很謹慎 不過他就沒有說他本身組合是什麼 但是他說現在擔心股市這麼差 我猜他應該組合裡面有股票、相關基金 技術的可以解答他 其實是可以先維持 是不一定要馬上提取的 可以一次性提取 分階段提取,或者繼續放在那裡繼續投資都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技術性的回答 但是Rafi 怎麼看? 現在可能真的有人就是退休 如果看到市況這麼差 是不是都不要這麼快拿出來住 應該可能就是 反而有機會可能繼續轉投資 我想,當然你說提不提取的 就是剛剛也說了大概的部署或看法 那的確簡單理解 你現在不拿著,不送回注 就沒有太大問題的 就是除非覺得市場繼續走的 但是我想另一個最大的問題 也要看一下 真是本身 你們NPF也好 或者相關基金的那個 那個配置也好 究竟是不是放得很重 在港股基金裡面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如果大家都說到 可能是比較臨退休 或者是年紀相對都可能大一點 那理論上說 你們的部署跟一些可能真的二十多歲 剛剛出來工作的話 其實會是比較不同的 我想這個很簡單的 因為他們那個風險承受能力會相對高一點 所以他們可以選一些相對比較進取型的基金 但是如果你說本身年紀相對比較大一點 其實是真的要選一些比較偏穩性的基金 但是如果你說 過去又沒有調整過 但是原來一直都放在港股基金裡面的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那這個唯一就是現在叫做 眼睛睛睛看著那個痕跡這樣搭下來 那但是因為現在 如果說一個例子 現在才做一些 調倉配置上的部署 可能大幅度調回去 其他一些譬如穩定的 債券基金啊 固收基金這些都好呢 那我覺得又怕著呢 是做錯了那個時間點 因為始終那個痕跡 雖然是頑皮的了 就是不贊你了 但是都落到這些位子了 其實就是除非大家真的覺得差一點 港股基金而已 那不然其實還有多少位落啊 那我覺得沒理由現在才去轉策略啊 那如果你說 本身都放在比較多一些 港股基金的 但是 又覺得 可能這段都要捱打的 那唯一就真的不要提住 但是可能就繼續 維持回現有的那個部署了 我寧願等個恒指 如果真的能夠彈高一點 譬如假設現在 慢慢上去2500或2600的樓上的 令到你那個港股那個基金 是能夠做好一點表現的 那那些位置你才去做調配呢 配上一些比較穩陣型的基金 這樣會好一點 我想可以等一等才做調配 比較合適一點 謝謝